知名导演苏文胜 近期在网路上分享一张教你如何写诗的图文 意外刮起一阵文青写诗风潮 只要随意写一段话 并在文末加上像极了爱情 瞬间升格成诗人 文章充满诗意 让许多粉丝专业纷纷跟进 甚至宏道政府单位都在使用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图文的原创作者 是一名任职物业管理的上班族 平常就喜欢练字 却没想到去年写下的文字 竟然在这几天爆红 加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路社团 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 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在2020年7月31号 由林依荣所撰写并刊登在金周刊官网的文章 在30日登上Google热搜第一名 破10万笔搜寻 不仅网友电商都贴出创作分享 连政府机关如内政部并排违规停车罚款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换 与卫福部肥皂勤洗手等宣导政策都跟风残一脚 相当有趣 其实《向极了爱情》在2019年就曾在中国流行过 这个梗源自于一位中国的歌手 隔壁老凡 在中国音乐网站 网易云上发表一首《我曾》的歌曲 有网友就在平台上留言 评论中提到 玩归玩闹归闹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 你可以碰我的身体 但不能碰我的手机 躺在我怀疑的时候 不要问我爱不爱你 都是出来玩的 动心就是你的不对了 没想到留言中 这句玩归玩闹归闹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 经引起许多人共鸣 也因此在当时中国社群网站上掀起流行 如此热潮之所以会吹来台湾 是因为导演苏三毛 29日在脸书上分享一张 教你如何写诗的图文 该图文还教学写诗三步骤 首先随意写上一段话 在文末加上像极了爱情 就可以完成文青般的诗文创作 原照片中下方有署名Chris 2019.6.7 是被苏三毛分享图文照片的原创者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导 原创者其实是一名任职物业管理的上班族 平常喜欢练字 透过网友近日的疯狂转传分享 另外让他去年的文字创作爆红 跟带动网路逗趣的写诗风潮 让他倍感压抑 像极了爱情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风潮 我最近也常常在网路上看到一些超有创意的诗 如果你也有什么有趣的文青诗文创作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哦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